根據目前所普遍被接受的周期表 來預測尚未發現的超右元素 則有關周期表第7列 最右邊一個元素的敘述哪些正確 題目是問周期表的第7列 第7列即為第7周期 那最右邊一個元素呢則為 8A組 那我們可以先將 第1週期至第6週期 我們已經知道的 8A組先將它寫出來 分別為 亥 乃 雅 克 山 東 那第7週期的8A組 我們先用X這個符號來表示 那再來我們可以先將 每一個8A組的原子序呢先算出來 亥的原子序是2 那其他週期的8A組原子序同學如果不熟悉的話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來推導 12週期間呢插了8個 8個原子 那23週期呢插8個 34週期18 45週期插18 56週期插32個 67週期插32個 這個規律性要稍微記一下 所以如果亥的原子序是2 那 乃的原子序呢就是2加上8 那就是10 那 亚就是10加上8 是18 後面可以一次類推 克為18加18 36 3為36加上18是54 那 東為54加上32 18是6 那 題目要詢問的這個 X第7週期的8A組 它的原子序就是86加上 32 為 118 接著我們再來看題目的選項敘述 A 其性質與右元素相似 當然 跟右不一樣 屬於8A組是屬於惰性元素 那性質呢 當然跟右就不相同 B 其架電子的電子組態 因為 7S2 7P6 正確 為第7週期的8A組 那它的電子組態呢 架詭譽為 7S跟7P 那是8A組 所以7S層上有2個 7P層上有6個 是正確的 C 因屬不具放射性的 多性氣體 錯誤 原子序 大於82的元素皆有放射性 那X4 原子序為118 所以它是具有放射性的8A組 所以C是錯誤的 租 中性原子的電子數為116 因為X 原子序為118 那代表的是中性的時候 有118個電子 所以租選項是 錯誤的 1 其正二架離子的 子子數為118 原子序為118 那就代表原子核裡面的子子數也是118 1正確 有108個電子 2個電子